朋友们 星雄铁道马上就要开服了 所以今天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 目前星雄铁道的所有角色当中 哪些是最值得练的 算上我们的主角 一共是有23个角色 其中10个五星角色 13个四星角色 长州池里边一共有7个五星角色 我个人觉得最好用的一个奶妈白鹿 现在的话应该是最强奶了 而且还有复活 我们这开荒的时候 有个奶还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坦克 杰扒德 可以群体套盾 非常的厉害 另外就是打牙牙了 伯罗尼亚应该算是最强辅助了 它可以让队友额外行动一回合 而且还可以加攻击 方方面面都非常的强 所以说 如果你抽到这三个角色的话 无脑练就强了 剩下的这几个 像姬子 老杨 克拉拉 延青 对他们的定位都是C 所以说 可能在一些特定场合里边 比较好用 但是大家等着都等 鞋打的辅助 流水的C 那抽到可以练吗 当然可以了 相比于上面那些辅助 优先度就没有那么的高了 当然前期还是非常好用的 毕竟是五星角色 除了常驻的这七个角色之外 还有两个是UP角色 一个是希尔 一个是景元 这两个非常强 抽哪个都不亏 希尔它的定位是一个单体C 但是只要你杀的够快 就可以无限杀 因为他在击杀怪物之后 他可以额外的获得一个回合的行动 所以说单体杀的够快 你就是群体攻击 嘿嘿 不爱 那景元 他其实算是群体攻击 但是群体攻击 他有单体攻击的伤害 你懂得吗 很强 可是这两个都是很难值得抽的 五星角色说完了 我们再说一下四星角色 有哪些值得练的 首先的话是 风C可以练一下单横 单体攻击非常的强 然后就是雷C 阿兰 阿兰的天赋非常的强 他可以在战斗开始之前 给怪物造成大量的弱点伤害 但是他技能费血 所以说需要有队友辅助 然后就是 冰C 黑他 转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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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给你了 因为黑塔的这个蟹童攻击 非常的厉害 你打一下 黑塔打一下 摸鸟 串台了 还有呢 就是NATASHA 四星里边唯一的一个奶 玩这个游戏的话 我建议大家最后还是带个奶 没有奶的话 打这种长期敲战 没法打 然后呢 NATASHA呢 它还是一个系统 赠送的角色 所以说 如果没有五星角色白露的话 最好是把NATASHA拉起来 其次的话呢 就没有什么太值得推荐的了 还有一点值得说到 这款游戏里边主角非常的强 练主角绝对不可以 最后呢 就祝大家 每个人都能抽到自己想抽的角色